另外來看看 我就是選股 不太在行 我就是喜歡買ETF 那這個禮拜應該也蠻糾結的 因為第一幅到底要不要參與除息呢 我們看這個六檔 五月除息ETF 這個股票型ETF 這個禮拜 剛好今天很多都剛好這個已經除息了 那麼看到包括很紅的00878 上個禮拜就大增了 14000名的股東 總股東人數破百萬 那還有一個 這一檔也即將除息的 這個是籃籌30 年化殖利率11% 也是將近1700人參與買進 那麼這一些股票 到底這個還沒有除息 要不要參與除息 那麼除息之後 大家要不要趁機再加碼來存股呢 好五月份呢 其實有六檔 高人氣的ETF進行除息 那今天剛好有五檔 我昨天也加碼了 其中一檔 你也參加了 對對對 也順利填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看了一下 00878當然不用講 是裡面人氣最高 他現在股東人 受益人數最多 已經超過100萬 是國內的這個 受益人數最多的ETF 如果你連股票一起加起來的話 大概僅次於台積電跟中鋼 那真的是非常強 人氣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他非常好的一個 比較人氣高的地方在於說 這一次呢 他是配息0.27 今天呢 收盤是漲了0.14 所以他填息已經50%了 那我覺得他比較 吸引人的地方是在於說 因為第一個 他是所謂的第一檔的ESG 加高股息的這個ETF 那麼最重要我覺得 最看好他的就是在所謂的 因為他有收益平准金的一個制度 所以讓他每一次的一個配息 因為他計配息 我看了一下他過去4G的配息 大概0.27 0.27 0.28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有了這個收益平准金的一個機制之後呢 讓這個00878 他每一次的計配息呢 你大概就可以預估到說 他大概是有多少的這樣的一個配息 那算算下來他一次的一個配息 單次配息差不多1.5 那麼乘以4的話 也就是說他年度的這個年化的配息率 大概是超過6% 這個對存股族來講 真的是非常喜歡的一件事情 另外來講 寄生於核生量 另外一檔高人氣就是00900 現在有人把那個9改成韭菜的9 因為這一次配的很少是0.017 一張配17塊 那扣掉會費 也就有人講 如果又不是同一個銀行扣掉會費10塊錢 我只剩7塊錢 好少好少 那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因為00900 第一個他沒有收益平准金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來講就是 收多少的一個股息 那麼就配發給股東 我預過他下一季的部分 會配發非常的多 因為現在進入一個除全息的一個旺季 而且他換股都是非常的阿沙利 一次換都是九成九十幾%再換 所以這一檔的ETF 基本上來講 我是認為說 下一次的一個配息就會非常的多 那麼其他幾檔今天來講的話 我看了一下 大概都是完全填息或部分的一個填息 那我這裡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這六檔的高股息的ETF 或高人氣的ETF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00690的部分因為改半年配 而且單次配息率5.5% 是非常有感 因為乘以二的話 年化的一個配息率就將近11% 對投資人來講就是非常的一個吸引 所以你看他股東人數 過去來講他是比較冷門的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增加的這個股東人數也相當的多 那00878的話的一個配息 其實在預期之內 年化的一個殖利率是超過6% 受益人數持續破百萬 00771這一些 00891 894 其實他們本身的一個設計 就是在除了00771之外 另外兩檔比較偏向高股息的一個部分 那他們配息的也不多 所以基本上能夠完全填息 00900配息縮水 但是其實下一季的一個配息應該會蠻豐厚的 但我這裡提醒大家 年化配息率只是一個參考 不是保證說這個實際的配息 譬如說00690 因為我們是直接乘以2 那有一些月配息的 如果說他一個月配1% 那我是不是直接乘以12 其實這有一點不太對 所以只是一個參考性 第二個高配息率不等於高報酬率 就要特別看一下 第三個很重要 配息不是一定獲利的一個保 還是要有效填息 像00878的話 其實他填息的表現已經蠻不錯的 但是還沒有完全填息之前 其實都不算把這些息給賺進來 要特別留意是不是能夠有效的一個填息 那麼配息著重什麼 穩定性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00878 可以抓住大家的胃口 就是說其實他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也沒有所謂的受益評準金 但是就是因為發生很多人 在除息之前湧進來 所以他加入這樣的一個機制 把收益評準金抓進來 另外來講最後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滾石不升胎 我覺得高股息的ETF 不要等到就是除息前才買進 平常的時候就要開始存 你可以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慢慢存慢慢存 那我基本上是做一個單比加定期定額 也就是說針對我比較看好的這個ETF 在除息之前呢 做一個換股的一個動作 把一些持股呢 再把它轉到收益更穩定的這樣的ETF 來做一個配置 所以基本上你都是認為大家可以參與除息的 要看還是要看 好 那這個馬上即將除息00690 00690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因為現在只剩一檔 可以做參考 那我覺得他單次的一個配息率 可以參加 我是覺得是可以參加除息的 因為其實他的一個選股策略 我是覺得相當不錯 OK 那因為大家都說這個股息名字 剛才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配息率不等於你這個報酬率 我們這個填息有沒有這個 達到你預期的目標才是最真實的 那這個大家在領息跟現在報稅季節 有沒有什麼可以提醒大家的支援 我想非常重要一點就是說 這個如果你單次股息收超過2萬塊以上 就要繳補充保費 而且現在補充保費增加 從1.91變2.11 那怎麼樣避免這個不要繳給 我也不太想繳給政府 當然不是開玩笑 因為這個納稅還是國民陰性的一個義務 要加這一句 對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能少繳就少繳 那還是有一個撇步 合法節稅 對 合法節稅 那合法節稅的呢 好 2萬塊 對不對 單次2萬塊 所以第一個你要看一下 他到底配多少錢 譬如說以剛剛00878來講 如果你持有一張的話 是配270塊錢對不對 那你就要算一下 我剛剛計算機算了一下 你不要持有單一帳戶 不要持有超過74張 基本上就不會領超過2萬塊錢 這很重要 所以呢 大家留意一下 怎麼樣合法節稅就是說 如果配息率的部分 是一個比較多的 也就是說如果他是計配 或甚至於月配的 因為他單次配息的金額比較少 所以呢 你會留意到就是說 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要繳到補充保費的機率比較低 但如果他是採取年配或半年配 譬如說量0050、0056這種 它的一個配息頻率比較短 每一次配都比較多的 這個就比較容易 你持有張數比較多的話 就比較容易達到 繳補充保費這樣的一個門檻 這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計配月配 反而有這個好處 優勢 有這個優勢 我們又回頭來看 這個海外市場 因為這個支援非常熟悉 我們剛剛最近看到 印度跟越南 也蠻有事情發生的 那麼印度當然我們這個 代工大成委 創要從印度測資 那麼當地的公司 Local這個塔塔公司 要接手蘋果的訂單 那麼越南當然是經濟成長 最近也是出現一些疑慮 進出口的數據都衰退蠻大的 好這個時候的印度跟越南 你怎麼看 適合再加碼投資嗎 好印度市場 我想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很多大廠 包括蘋果的部分 都希望這些大廠能夠前往 這個印度去進行設廠跟代工 那我個人預估來講的話 今年的iPhone15 基本上來講 印度代工製造的一個比例 會非常的高 那印度呢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國家 我自己本身也去過 但是人口真的非常的多 今年聯合國也宣布就是說 今年印度的人口 正式超越了一個中國 哇 那這個來講 真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那以過去這個印度的 一個經濟成長率來講 我覺得表現得也是非常好 如果以我最新帶來的 這個圖表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到 印度的一個經濟成長率的部分 在去年的部分有6.7% 大幅度超越中國 中國才多少 3% 所以呢 我覺得在整個經濟紅利上面來講的話 我想印度的一個部分 是滿值得大家做一個參考的 另外來講 其實在印度的股市的一個投資的部分呢 其實呢 過去來講 印度就是一個 整個來講 是一個 相對在去年來講 是新市場裡面 表現是一個比較好的 那麼今年來講 它相對於這個在 新市場的部分呢 來講 漲勢沒那麼兇猛 可是我覺得你看 其實從整個 K線圖來看的話 基本上來講 它還是處於一個 高檔震盪的一個狀況 是一個比較多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如果你有印度基金的 你做長期投資的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還是不用擔心 因為今年來講 其實 國際貨幣GIF認為就是說 全球經濟成長呢 以開發國家會衰退蠻多的 那新型國家的話 會因為 中國的關係 跟印度的關係呢 整個來講 其實亞洲的部分 大概會 貢獻有超過半數的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來講 我覺得其實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最近爭議性比較大的 那麼就是在 越南的一個部分 那麼越南來講 最近就是回檔比較多 那感覺上來講 好像過去不是大家就講 越南很好嗎 為什麼就是 越南股市不漲 還反跌呢 那現在來講 雖然沒有破底 但是就是一個低檔 徘徊的一個狀況 主要跟它的一個 經濟成長率是有 很大的一個關係 其實以去年的一個 經濟成長率來看的話 越南呢是 整個亞洲裡面 跟這個印度呢 可以相抗衡 而且它創了最近12年的 一個新高的一個水準 那為什麼一個 今年的來講的話 它反而一個 這個經濟成長的壓力會比較大 第一個它高激期了 那第二個原因在於就是說 其實越南的一個經濟成長 通常他們的一個代工模式 就是從中國那邊 進口一些便宜的這個原料 或者是中間原料的一個部分 來進行加工 可是呢 今年的全球景氣呢 感覺上沒有這麼好了 沒有這麼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越南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估是6.5%呢 能不能達到市場上 就會比較有疑慮的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來講的話 今年來講 今年初其實 一直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地產公司 有所謂的上下交響賊 這些 然後政府有大型的一個 整頓的這樣的一個新聞出現 所以呢 有影響到它市場的一個表現 但是呢 我們從K線圖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到 其實 越南其實沒有再破底了 大概就是大概 去年底跟今年初 大概就是一個最低的一個狀況 現在大概就是低檔徘徊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想要投資越南的話 第一個 比例比較多 因為是單一市場 波動會比較大 第二個呢 你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做一個比較 中長期的一個投資 我覺得在經濟成長率的一個部分來講 相對來講 還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定期定額你覺得還有機會 最近去越南 玩的朋友也蠻多的 可以留意一下投資的契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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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